美国总统拜登的大选民调目前是小输给前总统川普 过去几个月来狂打的拜登经济牌失灵了 所以现在拜登改变他的竞选策略 他不再谈政机 而是改装炮火全开抨击头号阵敌川普 拜登除了批评川普所带起的 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极右运动危及到美国民主之外 另外他更推出了竞选广告 抨骑着川普根本不在乎汽车工人 借此争取勒工选票 拜登这招反手围攻果然产生了立即的效果 获得反川普人士的一片赞声 美国总统拜登连任选情不太乐观 民调甚至小输前总统川普 过去几个月来拜登狂打拜登经济牌失效 只有不到四成的民众认同他的经济政策 周三拜登在亚利桑那州发表演说 这次他不再谈政机 而是炮火全开 抨击头号阵敌川普 拜登再度警告 川普发起的让美国再次伟大 Mega运动 对美国民主造成威胁 共和党最有望被提名的总统参选人 川普和佛州州长德桑提斯 拜登批评他们在政治上的报复性格 不适合执政 国会至今无法通过临时支出法 政府周日就要关门 拜登也痛批众议院共和党 极右派议员们 罔顾人民极苦 拜登近日也推出首支攻击川普的竞选广告 批评他在任内汽车大厂大裁员 显示川普根本不关心汽车工人 拜登反手围攻 果然产生立即效果 获得反川普人士一片赞声 拜登演说的同一天 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监督委员会 也就拜登的弹劾调查 进行首场听证会 共和党指控杭特拜登 利用父亲当年副总统的身份 为自己在海外的生意牟利 只是到目前为止 共和党都没有提出确切的证据 听证会上也请来法律学者作证 他们一致认为国会证据薄弱 根本无法构成弹劾的条件 民主党议员特别在桌上 放了政府关门的倒数中 不止一位议员表示感到很羞愧 国家和人民正面临危机 而国会却在搞政治斗争 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主席秘利 也被扯进了选战政治 他即将在9月30号光荣退休 他也在退休前到全球各地 参加战争纪念仪式 为军旅生涯画下句点 但近日川普却指控 在自己担任总统期间 密利两度致电中国军方 并向对方表示 美国不会对中国开战 川普认为密利叛国应该被处死刑 拜登也在第一时间捍卫密利 近日密利接受媒体专访 表达他捍卫宪法的信念 他强调致电中国军方的内容 并无不妥否认川普的叛国说 TVBS新闻综合报道